大家好欢迎收看天天话题的法律节目专栏 我是沈梅琪 我们今天照例透过Zoom来邀请刑事律师邓宏邓律师 跟我们谈谈最近在华人圈相当受瞩目的一个华一学生谋杀案 那么这个案子是在麻省理工学院在东岸发生的 然后这个现在被指控的凶贤是29岁的麻省理工学院的博士生潘晴轩 Daniel你好 你好 我先问您一下 就是我们知道这个潘同学呢目前已经落网了 然后他是被控涉嫌杀害26岁的耶鲁大学研究生蒋凯文 那么事实上在他落网之后呢 他的代理律师已经说他不会认罪 而且法官还把他的保释金提高到这个2000万美元 基本上那个意思就是不要让他有机会保释 对不对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未来案情会怎么发展呢 对这个案件当然是震惊整个华人社区 因为两个都是非常优秀的华一 这个第二代 这个Kevin Zhang他自己当过兵 在Washington大学毕业之后的话 他进了耶鲁大学念硕士学位 当然MIT这位潘信同学他自己也是非常优秀 能够进MIT进耶鲁大学都是非常优秀的 但是这个悲剧怎么为什么会发生呢 因为这个当时现在这个Kevin Zhang他在一个星期以前 向他这个女友propos要结婚 这个女友的话以前在MIT念书 所以现在检察官这个有可能会指控的话 有可能潘信同学 这个暗恋这个这个Kevin Zhang的女朋友 以后引起来的情杀这样子 当然这位Kevin Zhang的女友有没有跟潘同学认识 我们现在不知道 但是的话起码证据显示出来 就是说当时潘秦轩他在租车公司 不是租车公司 他是买二手车的公司 说我想看这台车 以后看了之后的话 我想买这个车子 但是的话我要这样的车子 让我的mechanic看 所以的话两点多钟这样的车子开走了 他住在Massachusetts 以后后来的话这个Cardula一直吹他 我们下班之前 你必须要将车子还回给我们以后 但是后来他不回电话 在那时候Massachusetts警察已经立案 开始调查偷车这个案件 没想到在晚上的时候 发生了这个命案 Kevin Zhang从餐馆出来 以后另外这家车子从Massachusetts 偷来的车子撞了 这个Kevin Zhang下车了之后 这个潘信同学的话拿起枪 朝Kevin Zhang开了枪 连枪开枪几枪的时候 车牌记录下来 别人一查以后 有可能是这个潘秦宣所为的 所以后来发出了通缉令 当然通缉令 他们已经锁定的话 他有可能回到纽约去 以后一直在找人 并且发出了通缉令 国字红通的 这个红色通缉令 在上个礼拜 在Ogahoma的地方 有人这个警察将他逮捕了 他用了名字叫Henry 以后并且的话胡子 已经是留起胡子来了 根据这个房东说 这个人的话跟正常一样 非常非常nice 以后这个租了下来 后来想到 这个警察抓到他以后 这房东才表示 原来他是一个通缉犯 没想到 当然在出庭的时候 第一庭 他现在面临的话 是两项指控 一项是一级谋杀 所以他被指控的话 就用枪杀害了凯文江 另外一项指控就是偷车罪 这两项罪名 从他被逮捕的时候 从阿拉伯马的话 引渡回了Kinetica Kinetica开庭的时候 最重要是保时金的部分 一般的谋杀罪保时金是100万 但是这个法官检察官要求5000万 最重要的话 就是他发现在逮捕的时候 他有7个手机 还有一本他爸爸的护照 就是同时的话 有19000块钱现金 所以检察官认为 他随时可能会跑走 在刑事庭里面 第一庭过堂 往往的话 法官会考虑 要不要将保时金降下来 还升下去 因为他法官考虑是两个因素 一个是会被逃庭 第二个会不会出来之后 伤害到其他人 所以一般的话标准都是100万 但是因为在潘勤轩的例子里面 他身上有快2万块钱的现金 有一本他爸爸的护照 还有7个不同样的手机 以后警察花了3个月才追捕到他的 所以他认为很有可能会逃庭 所以这种情形 当然法官也不知道他家庭背景 有没有这个足够的钱 因为在旧金山有个案件 叫Tiffany Lee姓李的 这个案件里面 他被指控的话 这个卖凶 请凶手来将他前男朋友杀死 那个案件的话 保时金的话是 大概原来是要7000多万美金 后来他降到的话2000多万的美金 没想到这个Tiffany Lee家族的话 还是想办法筹到这个钱 以后将他保释出来 当然Tiffany Lee案子后来 经过庭审 他被判无罪了 在这个案件里面 法官比较谨慎一点 他担心这个潘勤轩的话 有可能家里面背景很强 有可能会逃走 所以以这个理由 将保时金定了2000多万 这也是Kinetic法院 有史以来保时金最高的一个案件 那我想了解 就是您刚刚提到说 他有可能是因为这个感情因素 这个犯下杀人案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是不是可以给这个潘同学 潘同学是不是 在未来司法审判上 是不是会比较有利于潘同学 在刑事案件里面 他一般的话 这个跟警察破案的不太一样 警察破案的时候 他一般都要找出MO 犯罪的手段 还有一个motive犯罪的动机 但是在刑事案件里面的话 在定罪名的时候 他往往指控的话 他是有没有预谋 有没有杀死人 有没有使用武器 所以他的辩护理由有几个 第一个理由的话 不是我做的 以后这个是一个 第二个理由里面是正当自卫 以后当然在目前的证据 我还没有 我们大家还没有看到的情况之下 检察官可能掌握了这部分 但是的话很多人觉得 为什么杀人 这个部分的话 其实在审案件的时候 他并不需要说出犯罪的动机 犯罪的目的是什么 当然在很多陪审员 一般的老百姓的知道 他说捧什么理由他会杀人 为什么要潘晴轩 要杀害凯文江呢 他们是不是有仇呢 是不是有什么原因呢 但是这个案子的话 从目前唯一能够跟他 跟这两个人连在一起的 就是这个在女友 他是一个白人女生 在MIT有念过书 并且的话潘晴璇 有跟这个白人女生的话 是在Facebook里面是有朋友 所以这个部分里面的话 这个连线 但是他认识并不是说 他就有犯罪的动机 要杀害他 或者是暗恋他 这个只是一个speculation 只是一个猜测而已 所以将来的案件的话 他的辩护策略里面的话 可能会说 这个不一定是他 以后有可能 这个别人用他的名字 或者是他借了车子给别人 所以除了这个单 从车里面没办法推动 将来警察 尤其是现在这个科技的发达 有没有斜向头 有没有录像看得出 是潘呢 以后是不是他 所以这个部分 举证责任在检察官手上 所以的话检察官必须拿出证据 证实这个枪手 就是潘骑 所以很重要一点的话 刑事辩护 他的律师首先会采用的措施 就是说你要看看 你手上有哪些证据 证实这个枪手 就是潘晴同学 这是第一个策略 第二个策略 如果是能够证实他的话 他会少出其他的 因为无缘无故杀人 有可能他有精神病 所以他就精神病的部分的话 会不会也作为一个理由 所以将来的话 这家属 尤其是他跟这个女生 会不会是暗恋 暗恋之后的话 就像当年 这个枪杀 他总统里根的这个叫Hinley 他当时辩护理由就是说他迷恋了 他要引起Sharon Stone 因为他迷恋上好莱坞的女性 暗恋上他之后 他要做一个惊天动地的事情 要讨得这个Sharon Stone的欢喜 以后他就计划来向总统开枪了 所以当时Sharon Stone 根本不知道有那么多的暗恋的人 所以但是将后来这个案子 Hinley的案件 他找精神病的弱症段 说他有很多时候 他分不清对跟错 以后现实跟他的犯觉 有很大的差距 但是的话 这出现这个 将来有可能会启用这个策略 那目前我们所看到 这个检警方面所掌握到的证据 似乎还不够强而有力 然后又加上潘同学 落网的时候拍了照片 竟然脸上还带着微笑 所以从这种种迹象来看 我们是不是可以假设 就是这个潘同学 在未来是不是很有可能 又不管是这个 引精神失常 或是说其他理由 能够来逃脱 这个谋杀的罪责 在怎么证实一个被告有病 往往的话采用两个措施 一个叫做menorti test menorti test的话 就是说他知不知道 他所做的事情是错的 所以有的时候 你有可能 尤其是bipolar这种的话 有可能精神分裂症的时候 正常的时候 吃药的时候 他一切的很正常 但是吃错药了 不吃药了 有什么刺激的情况之下 又会变成另外一个性格 所以的话两极化 就是这种bipolar的情况之下的话 往往有的时候分不清对跟错 在十年以前 我们代表的一个来自台湾的同学 他跟朋友分手 女朋友是新加坡来的 然后他后来他就是发现精神不对 他平时都非常好 高材生以后在一个fashion design center里边的话 去念设计的都是名校 没想到的话很聪明 但是他走极端 因为被跟女朋友分手之后精神分裂了 有他妈妈赶过来 要将她带回去 没想到的话 他说他妈妈的话 于是恶魔 以后将他妈妈的话 就是视为恶魔 以后将妈妈的被指控的话 他杀害了他妈妈 所以当时我们做这个案件的时候 做了证断的时候 他会产生很多幻觉 这个幻觉的话 他往往分不清对跟错 好跟坏 所以这种的话 要透过心理专家的鉴定来确定的 当然另外一种的话 就是说compulsive behavior 你自己知道对跟错 但是的话控制不了自己的行为 所以将来的话 就是说检察官会说 他是有预谋的 你看看的话 他开了车进去 以后他杀了人之后的话 他有预谋要规划路线 以后的话他要逃走 如果他有病的话 他早就只是透过律师 要投案来了 他自己的话知道李亏才是投案来了 但是从辩护律角度来说 他说如果是他真的有计划去杀人的话 为什么要用自己的名字租了车子呢 以后的话他有可能幻觉的话 认为这个 为什么不要偏偏要选上Kevin江呢 他跟他也不认识 以后他就是幻觉 他抢了他女朋友 以后另外一方面的话 你就像光彩你讲到的话 他被警察逮捕的时候的话 你看看满脸都是笑容的 所以说这个部分里面的话 一般的嫌疑犯面临了终身监禁的这样子的案件 他可能心情很沉重 还是看起来就很难看 但是看起来满脸笑容的话 这个会一样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有可能是对将来的话 他的辩护策略埋下了伏笔 有可能的话他的律师会说 你看看他可能分不清对跟错 或者是没办法控制自己的行为 当然将来这个案子里面的话 现在检察官有指控 并不是说他不需要向我们媒体向大众公布 而是向法院呈现 所以在过堂完了这个之后 很快的话进入了一个初审的程序 但是初审的程序的话 检察官只呈现一小部分的证据 将来真正的案件里面的话 就有可能打到陪审团 才能够知道真相 当然在这过程之中 检察官跟辩护律师都会进行 这个减速的交易 经过play bargain的情况之下 如果是潘勤先决定认罪 那基本上我们永远不知道事情发生的经过 因为如果是达成了认罪协议的话 不需要陪审团 那检察官没有这个笔要呈现的案子的发展了 只有辩护律师手上才有这些证据物证 检察官手上才有 因为这个案子当中的 不管是受害者还是嫌疑犯 都是名校的高材生 所以特别引起人家的注意 那么另外我们想知道 事实上在警方发出对潘同学的通气令之后 才在阿拉巴马州将他抓到 但是过去是已经花了三个月的时间 在找潘同学 所以我就好奇 是不是这个红色通气令的威力很强大 可以让一发出这个通气令之后 就可以马上找到人 其实不是红色通气令的威力 而是这个Marshall US Marshall的厉害 US Marshall它是不是像FBI一样 也不是地方警察局 他们的专长就是专门去找逃犯的 他每一天在美国每一天 他逮捕300人 300个逃犯 所以就像上个礼拜 罗汉基地区也发生了一个很大的案件 一个华裔的男子67岁 到洗车的时候 旁边的话 有人突然闯进他的车子里面去 一个墨西哥人的话 帮派分子拿起枪 打了他 抢走了1500 然后还好 这个Paul Liao 廖姓男子的话 他将他是Uber Lip Driver他录下来所有的过程 这个录像带后来的话 就是公布出来了 以后三天之内 以后他们找到线索 以后在第五天就将这个 这个抢犯以后逮捕了 在两个星期以前 在Beverly Hill就发生同样的案件 以后同样的也是US Marshall 以后帮忙找人的 我们处理几个很多案子 最后警察逮捕的话 都是透过US Marshall 他还有US Secret Service FBI 这些都是属于联邦的执法机构 US Marshall的话 他就说所有联邦大的案件 在运送过程的话 是US Marshall里面来负责运送 负责看管 以后负责找人 他们采用的技术非常高 高升从你使用的信用卡 他就知道你位置在哪里 以后他并且的话 他随时有检察官 会为US Marshall申请搜查令 监听令 如果是好像有七个手机 他锁定的话 这个手机他一打开 他就知道位置在哪里 以后同样的US Marshall会少使用一些不同样的线索 以后大数据的来统计 大概知道这个人里面的话就是我们要的人 所以的话US Marshall在这次逮捕潘秦宣 这方面花了很大的时间跟精力 所以现在很多大的案件的话 你可以看得出联邦案件也好 地方政府的找不到人的话 他们往往求助于US Marshall这个机构来帮忙 因为这个机构里面的话 这次逮捕潘秦宣的也是US Marshall背后在做了很多工作 但是他这个是政府的单位吗 对不对 联邦的执法机构 对 对 所以就是变成有州政府要去跟联邦政府交涉 然后由US Marshall来进行逮捕的行动 对不对 US Marshall它有五大区 每五个区里面的话 他们都是跟州警地方警察局有工作的联合小组 所以他这种联合小组资料的话 从地方政府就像罗汉基县警察局 El Monte的案件 这个破料被打了 然后以后其实是发生在South El Monte的地方 以后整个LA County都可以的 但是的话有很多技术 这个就像在科技这方面的话 US Marshall是有专门的透过大数据来分析 找到行踪 从信用卡的使用 从汽车的使用 很多时候我们大概知道里面 大家开的车子以后以为是没有什么事情 就可以看到GPS里面去就可以 但是的话 US Marshall能够知道你的车子的黑盒子的位置 能够的话 因为它可以打开你的Gmail 因为我们现在看的所用的手机 只要你收能够收到信息的 打开Email 可或用Google Map 在Apple Map里面 他马上就可以知道你的位置是在哪里 所以他就是因为US Marshall有后面的律师的团队 检察官的团队 能够随时你需要这任何逃犯 好我马上向这个法院帮你申请逮捕令 搜查令监听令 你只要需要的哪些东西 他后面的话有强大的检察官的团队 来支持US Marshall 所以US Marshall它的数据库也是非常大 现在的话很多 因为如果是政府采用了政府的机构里边的话 就像旧金山 很多地方禁止民众 禁止政府使用了face recognition 以后变脸的软体 以后不能够记录 但是的话 所有些警察聪明的做法是什么做法呢 他是向民间的变脸公司来购买数据 以后民间的数据公司的话 他收持的大数据 从以前的警察局的数据 还有不同样 有些很多政府地方政府允许的 变脸系统的东西 他的数据库的话 有两亿多个多张脸都存在那边去 所以这个脸一给到他们去 我政府并没有 我们执法机构没有违反规定 我没有保留这个数据库 但是的话 他并没有立法阻止执法机构使用民间的数据库 就像的话政府要盘问 要盘问你 你必须要保持沉默 你必须要跟被盘问的人说 你有权利保持沉默 你有权利聘请律师 因为什么 他代表是个公权力 是政府的 但是的话 很多聪明的做法里边的话 他不是警察叫你问 而是说在关在监狱里边的话 旁边这个官的人来跟你问 这个事情怎么发生了 以后你解说了以后 他可以将被告跟私有所讲的话 作为承担证据 他这种的话 因为他并这个私有关在里边的人 不是政府官员 所以他没有权利 没有必要跟你提醒 你有权利保持沉默 你有权利聘请律师 所以警察的话 他往往采用这种案子 其实Cassey 我们以前也报道了 你也报道来代表警察 我来问老婆 那你问你老婆 是不是这样回事 所以后来的话 后来彭金吉 就是到监狱里边去 直接问林立云 你怎么做那么傻的事情 后来的话林立云说 我给了他一口饭 没想到的话 他将整个碗都要了 以后这句话的话 就是说我可以容忍 他是做小三 但是的话他生小孩子 以后还要剥夺我的家产 我是不允许的 所以这个理由的话 就等于林立云默认了杀害吉言兵 所以这段话的话 最后不断的上述 就是林立云当时已经是要见律师了 以后为什么警察还打不开他口的时候 找彭真吉来想办法套话 所以那个案件打到最高法院 最后的话最高法院认为 彭真吉是受警察的指使 所以的话这段录音 是不能够作为承认证据 所以这个案件的话 当时就是因为警察打不开 因为但是彭真吉不是警察 所以的话 但是他法院认为 彭真吉在警察委托之下的话 问的话 所以的话也是等于违反了 林立云的第五所证案 我们再回来 潘秦轩被控谋杀案的案件 我记得那时候他落网之后 大家就很希望能够知道 下一步的发展 结果没想到逮捕他 阿拉巴马州的这个US Marshall 竟然就说这个案子 他们可能不确定 会不会把潘同学引渡回 康乃迪克州 甚至还说这个可能会发生 一些技术上的问题 反正这个阿拉巴马州 就是三间其口 不愿意透露这个 他们是不是能够把这个潘同学 引渡到康乃迪克州 所以我就很好奇 在美国总共有50个州 那这个州跟州之间的引渡条约 是不是非常的困难呢 很简单 其实很多案件 我们处理很多这种 这个引渡的案件 州跟州的案子 跟国际案子不太一样 所以在州的案子的话 他首先一个是在洛杉基 逮捕的一个在内华达州通缉的话 所以第一个逮捕的话 48个小时要进行所谓的identity hearing ID hearing 就是说是不是抓到一家对人了 因为家对人了之后 当然如果你在洛杉基抓到的话 你可以提出你抓错人了 以后进行听证会 但是如果是家抓对人的话 基本上的话 有这个法官会说 好我同意你引渡了 以后这个部分的话 你没办法说我要案子留在洛杉基省 因为我不想到任何达州去 不会有这样的事情 以后在引渡程序里边的话 那基本上大部分的法官都说 有引渡 但是的话有两种情形来运输的 所以一种的话是因为美国50个州 因为是引渡起来里边的话 他们是将所有的人放在奥克汉玛 作为一个转运站 所以洛杉基的案子先人送到奥克汉玛去 其他地方也送到奥克汉玛去 这时候再统一从奥克汉玛 再引渡 再从一个bus里边的话 到了这个内海达州去 所以全美国的所有不同样的州 都会经过有两第二种情形的话 好像这个案子很重大 以后的话你不希望透过中 转运站里边就会 因为转运站里边会夜长梦多 这个案子非常重大 以后于是经过转运站 经过棘手了 说不定的话时间很长 或者是中途有人会夹持仇犯的车子 所以很多时候 其实采用第二个方法 人已经在手上 法官已经确认是他了 赶紧派人过来 很多地方楼叶来到加州来 抓到人就直接送回去 在潘勤轩的案件 他是采用地方的第二个方法 在奥克汉玛这部分 已经确定了身份之后 kinetic州的话 赶紧派警察到了阿勒班马州 直接将他运回来了 所以在4天5天之内的话就运到 一到了kinetic之后 在48个小时要过堂 所以很快的 在上个礼拜逮捕以后 这个星期的话就过堂了 过堂就保释这个部分 所以这个程序的不像海外的引渡 海外的引渡的话 就像孟晚舟这个案子 要引渡起来的话 你可以challenge他 这有几个方法 就是首先加拿大的法规 跟美国的法规 是不是同样有同样的法规 所以说这个部分 其实这个听证会里边的话 这个打起来非常长 以后 但是在州跟州里边的话 主要是identity hearing 所以有很多时候 我们代表一些客人 在洛杉基被警察抓了 要到外州去应诉了 我们就是跟法官说 跟当事人说 你在这边的话 在打这个官司的话 第一你不可能留在这洛杉基打 第二个的话 只能是拖延时间 有最好的方法的话 是我们请求洛杉基的法官 给你这个投保 让你保释出来 还是不用保释 以后确定的时间 你自己的话 到这个外州去应诉 这样子 这是最简单的方法 但是很多法官的话 他不愿意这样子做 好不容易逮到你的 到时候让你出来 以后你不到 那个外州的法庭去应诉 那怎么办呢 所以这种情形里边的话 大部分的客人都会选择 这个好 我们就是快速 不要在洛杉基拖太长时间 赶紧到外州去应诉就好了 OK 好那么另外我们再来谈一下弗洛伊德案 我们知道这个主要的嫌疑犯就是Derek Shauvin 那个前警察呢 他已经被判罪了嘛 对不对 那现在还有剩下三名涉案的警员 这三名的警员 他们未来的司法审判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 对在这个星期的话有很多进展的话 首先这三名这个4名警察 Derek Shauvin在内 一起他被联邦起诉了 联邦的话他起诉 你在从事警察的工作 执法以后侵犯民权 因为在这个因为这4名警察同时都被起诉 所以现在联邦案子已经起诉了 当然三名在州的案件里边 他已经也被起诉了 但是就是因为联邦的案件的话 也起诉他们 所以这种情形 他的三名其他的这个警察 他决定的话 不要那么紧急 所以他也是将州的这项案子谋杀罪 误杀罪的话 延后到明年开审 以后先走这个联邦这个程序 因为联邦的程序 就像罗罕基这个4名警察 将这个金恩的案子殴打一样 后来引发罗罕基暴动 就是因为这4名警察 在州的法庭被判无罪 后来罗罕基暴动之后 联邦政府参守 又起诉了再度起诉这4名警察 后来定了罪 才平时的罗罕基的暴动 在弗勒伊德的案件 现在州的案子 已经是当将Derek Chauvin定了罪 但是联邦政府并没有放过他 为什么他现在的话就担心 连在州的法庭判得太轻了 因为他现在虽然二级谋杀罪 三级谋杀罪 还有二级误杀罪里边是成立 但是最高的惩罚有可能是12年半 所以检察官提出了要求 往上调这种做法 因为辩护律师说 Derek Chauvin没有前科 以后他也是帮社区做了很多的工作 是个好人 所以要求重新判罚 但是法官K号的话他已经说 因为当时这个命案的话 它是发生在小孩子面前 时间拖了9分29秒 很长时间 以后Derek Chauvin的话 他应该是重罚 所以这个部分不管怎么样的话 Derek Chauvin有可能面临12年到25年的劳刑 但是在州的监狱里边 但是现在联邦的话起诉了这4名警察 侵犯民权 所以说这4名的警察又面临联邦案子的罪名 所以对Derek Chauvin来说 他希望能够以为解决了这个州的案件 以后他就不用就是接受联邦 联邦不会起诉 但是没想到的话 联邦案子并没有放过他 他现在起诉了 所以对其他3名警察来说 如果是他们不想走Derek Chauvin这个路线 在州案子打完了以后 又面临联邦案件这个起诉 所以他就是干脆里边的话 先打联邦案件先 那联邦案件跟州的案件里边 是两个不同样的程序 他判罚里边的话 虽然他的罪名不一样 所以他的证实的证据也不太一样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可以看得出 将来联邦案件会不会像州的案子一样 公开给大家看 因为在这次Derek Chauvin的案件 我们可以看得出Court TV 被法官允许来现场直播 所以大家有机会的看到了法庭 所有呈现的证据 但是联邦案件到目前来说 大部分的联邦法官都不允许 这个在法庭里边的话放镜头 就像最高法院开始来停证 只能是听录音 不能够有写像头 所以这个部分里边的话 有可能这个联邦案件先打 以后对三名警察来说打完了之后 再到这个州来处理他的刑事起诉 那联邦的部分就是7月份要开庭 对不对 那联邦是起诉他的罪名 就是侵犯郭伊德的民权 对 侵犯民权的话 他的层次 他说你作为一个警察 你有这个责任是保护民众的安全 而是你自己没有履行这个责任 而用残忍的手段杀害了平民百姓 所以这个的话是违反民权 这个部分的话 他的判法也是10年到25年的劳行 非常重的一个指控 那这三名警员如果被轻轻放下的话 你觉得会不会造成社会的动荡 这个部分的话 就像每一个案子 他们为了平民愤 往往的话都是先来起诉 因为审理这个程序已经有一段时间 一段时间的话 往往大家已经忘记的差不多了 以后这个叫Beltemore模式 Beltemore模式的话也是一样的话 一个黑人被警察打死了 以后这个女的黑人市长 马上要求检察官起诉 后来检察官起诉了 起诉过了一段时间里面 过了两年开始审判的时候 轻轻放下 以后没有判多长时间 大家已经忘记这个案件了 所以对很多这个执法机构来说 他希望的话对很多政客来说 希望尽快的起诉 就是尽快起诉的话 可以平民愤 也暂时稳住了 但是后来的家属的民事妥协 达到拿到钱了 他已经没有那么多的动力走上街头了 以后有更多的issue 更多的议题会出现了 一年两年以前发生的事情 大家已经开始忘记了 所以大部分都用标头模的模式来开始 来稳住社区 好最后的问题请教邓律师 那么这个主协 Derry Sherwin他已经被判三项罪都罪名都成立 他的判刑会不会影响另外三名前警员的判决结果呢 当然了6月25号 Kellhell会对沙文在州的刑事案件进行裁决 有可能是12年 有可能是25年 在这个中间里边的任何一年都有可能的 因为这个Derry Sherwin是在照相里边可以看得出 他是压着脖子的 但是其他的三名 如果是他一方面判得太重的话 他说我的程序 我们的行为都没有Derry Sherwin那么严重 为什么判我那么重呢 所以变成一个指标性的 所以这三名警察的律师将来的一个辩护理由 就是说我们只是帮忙而已 并没有真正去其中一个警察那边还说 好像他断气了 我们要不要去check一下子 所以这些东西都是可以说 他们的刑罚可能不会超过Derry Sherwin 同样的这个部分里边 他也会想办法将责任推给Derry Sherwin 是他的错 而不是我的错 所以这个部分里边你看看是他的违法 我并没有违法 所以他已经接受惩罚了 所以很多陪审员的话 他也可能他说 真正杀害Derry Sherwin 这个弗洛伊德的话 是Derry Sherwin 以后有可能 这陪审员的话 已经是感觉到 已经判罚了一个 其他这个人帮忙了维持治安 另外一个警察的话 已经说 也要我们要不要好像 他们两个都是新手 都没有处理过这个事情 所以辩护三位 三个律师里边的话 他们相来的辩护策略 都会将责任推给Derry Sherwin 因为Derry Sherwin被判罪了 就更容易对他们来说 这是更强的理由 好的 非常感谢邓律师 帮我们把这几个大家都很关心的案子 做出这么详尽的分析 那么也谢谢邓律师 谢谢各位观众 我们下礼拜同一时间再会 拜拜